欢迎女子在服饰店里挑选衣服 两名外籍女子尾随在后 其中一名妇人巧巧接近 迅速偷走女子包包内的手机 得手后逃离现场 这些外籍妾贼还会到商场里 把衣服偷偷塞进 把风的男同伙手上的黑色蹄带里 只是这些妾贼偷的东西不止这样 还有大量草克力 文具等生活用品 似乎是为了带回国庆祝耶诞节 再过一个月就是耶诞节 台湾商圈逗处满满过节气氛 这些越南籍妾贼过往 都是爬走皮夹现金 这回看中台湾大打促销 偷走不少生活用品 警方来到越南籍妾贼租屋处搜索 心理箱里满满的巧克力 让他们全看傻了眼 来台短短8天就偷走了65支手机 自从iPhone 8在越南 可以变卖16500元 i7则是8000元 一共可以嚣张变卖23万元台币 这一男二女就是鹤行大台北地区的 越南籍妾刀集团 不懂中文却在搭计乘车移动时 拿出上头写有地址的中文纸条 到夜市 商圈 菜市场或百货公司等地方下手 疑似背后有集团式操控 他们是说要带回去给小孩使用 那手机的部分是要带回去贩卖 那他们都是夹在行李箱拖映出去 外籍妾贼大肆偷走巧克力文具等生活用品 就是为了回国庆祝耶诞节 但这下狼狈被带 这个节也过不成了 这也是澳洲城主邦台北报道